在浙江嘉兴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生儿出生人数首次超过了本地人 这是嘉兴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一系列新政策的结果 今天是儿子出生百天 在浙江嘉兴打工的刘元秀夫妇俩抱着儿子合不拢嘴 可两年前提起要孩子他们却愁得不行 刘元秀说去年夫妇俩住上了常理给租的两居室 两人的月收入也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即使这样家里添丁也得好好掂量掂量 结果工作没丢之前为他上的生育保险也发挥了作用 他一次性得到了六千多元的保险金 而住院生孩子的费用也比想象中的少很多 在嘉兴的15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中 今年有一万多名孕妇顺利生产 超过了当地居民的新生儿数量 面对外来人口比例逐年提高 嘉兴市专门成立了新居民事务局 其调他们在收入住房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 逐步和本地人享受同城待遇 目前有八万七千多名新居民的子女 和本地中小学生一样 在嘉兴免学杂费读书 这两年嘉兴市对新居民子女的学杂费 减免和财政资助一千六百多万元 我们在这里一天比一天好 我希望我小孩健健康 上大 上大学